师父 弟子一定会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 一天屠龙相着实 精简秘文 谢于世 周竹若终于完成师父遗愿 拿到了刀剑之中的秘密 就在刚刚周竹若一锅海带汤 将死人齐齐放倒 赵敏则被他放置在竹筏上 推向了大海之中 为了独占张无忌 朱二爷被他杀了灭口 随后他带着师父的遗愿 来到了一个含有人际之处 刀剑护着之下 以天屠龙的秘密被他握在手中 等回了旧屋 和昏迷不醒的无忌 说了一声抱歉 便拿起石箱软金散扶了下去 随后又一掌落甲 沉沉睡去 内宫身后的张无忌率先醒来 待运宫驱毒后 他忙唤醒一副 二人症状比较之后 这才知道他们中了石箱软金散 可这东西只有照明有 如今屠龙刀随之不见 无忌不由地想起了 答应他的第一件事 压下心中一问 无忌为纸若聊起上来 听到义父的一声惊呼 他忙停止运功来到里屋 却发现猪尔满脸血痕 无忌忍住悲伤 九阳神功的内力疯狂涌出 可也只换来猪尔的一声上的阿牛哥 不等无忌说出身份 一声立刻响彻零蛇倒 猪尔带着不甘离开了人世 听到无忌的痛苦 谢迅当即发狂 一声声嘶吼传遍岛屿 醒来的纸若只能捂住双耳 父子俩在岛上搜索一番后 不仅没找到赵敏 就连做好的竹筏也消失不见 诸多线索之下 赵敏就成了无忌的怀疑对象 等回了救屋 见到躺在踏上的纸若 无忌匆忙将他唤醒 这一番试探之下 得知赵敏成了重视之地 周纸若这才安下心来 殊不知等张无忌和谢迅 安葬猪儿之时 周纸若已拿到九阴真经 偷偷地修炼了起来 临时到一驻数日 谢迅身上的毒被无忌驱除十之八九 可周纸若的毒却让无忌泛起难来 驱毒之时需肌肤相亲 男女瘦瘦不清 自是不敢飞薄心中的白月光 谢迅哪管这么多 当即要为二人再次主持婚礼 无忌念及和猪儿有夫妇之名 如今他尸骨未寒 不仁此时另结心欢 纸若随心有不干 可这份言语之下 他也只能听之任之 我也能帮他疗伤 无忌提出和他定下婚约 在谢迅的见证之下 两人定下婚约 然而岛上漂流数日 浑浑噩噩噩伤了岸的赵敏 第一时间被赵强带走 如今他莫名其妙回到中原 稍作恢复后 便下令派船击毁灵蛇岛上的人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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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